高球市在今天有这么一场爱河铁人三项活动 竞技场上选手优惑的表现呢 也是引发大家的关注 不过这两位外形抢眼的选手 也意外成了吸睛焦点 一位室友单车界林振玲支撑了李佳燕 被主办单位邀请为是今年的代言人 而另外一位呢 则是三次参加比赛的陈佩奕 皮肤白皙也是充满自信 他们都用行动证明 不仅仅是只有魅力的外表 两位铁人三项的漂亮宝贝 头一次在运动场上遇到 在镜头前展露健康和自信 成为比赛吸星的焦点 其他选手和加油团都抢着拍照 两人都是铁人三项运动的爱好者 李佳燕原本就常参加单车马拉松比赛 这一次铁人三项 她一身深蓝色偏黑的景深衣 搭配这顶相当有造型的安全帽 更加强劲 当她跑回终点摘下了太阳眼镜 这位被称为单车界的林志玲 果然令人眼睛维持一辆保养 我觉得生活作息要很正常 饮食要调理好 要早睡早起 我有防晒 其实我都有抹防晒 一样吸眼球的是这位 已经参加三次比赛的陈佩奕 她穿的是一身白色景深衣 对皮肤很白皙的她来说 更加衬托她的好肤质 从小就是游泳选手 让许多女性朋友 既羡慕又嫉妒的事 一点都没有把皮肤给晒黑了 我会尽量选择 傍晚的时候运动 或是骑室内的训练台 两位美女都是保养有素 当然本身的条件也不错 李佳燕72年次 身高168公分52公斤 三位是34D 23 34 从事金融业 而陈佩奕77年次 身高174公分50公斤 经营家族的共堂事业 也兼差当模特儿 尽管有漂亮的外形 他们都用行动证明 自己不是只有美丽的外表 中文欧传陈胜义 高雄报道